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今天是11月10日 昨晚,美国方面公布了疫苗的大利好消息 大众方面曾经一度升过千点 港股今天亦跟得上 不過跟得來是很吃力 可能和基本港股後面之後的走勢 大家需要認真留意一下 疫苗自己本身可否解決很多問題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是解決不了太多的問題 因為疫苗只不過可能給你們很多人 或者給很多人 他們可以是所謂的自由活動 真是很對不起 這個病毒變移的速度是相當快的 我們看到有一樣東西 譬如我們現在打有流感針 我們也會出現一個問題 打的流感針未必是當時流行的病菌 因此流感針打了之後 並沒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同樣疫苗也是 你現在說它是應付的話 是可以應付多少種的疫苗 應付多少種病毒 據現在來找的話 是有七種病株 那這七種病株 它是否都可以給疫苗一鋪 搞定了七種呢 還是搞來搞去的時候 始終會有些流氓之餘呢 還有這個疫苗打了之後 有效期是多久呢 這些都是值得投資者去留意關心一下 我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不過如果你說一個疫苗打了之後 有效期只得半年 你認為這個對於經濟的影響會有多少 還有說打一個疫苗 它需要可能是幾百元 以至過千元 有多少人可以打得起 不要說說疫苗 可能不可以對付所有的病株 這個是值得留意的 昨天我都說過 單日方面找到一些水雕 是有到感染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水雕在水道生活 是很容易污染到很多的河流的水道 從而污染到很多的動物 食物 以至人類的飲用水 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留意的 所以疫苗有是好事 能有多好要取決於幾件事 第一 疫苗是否能夠QO 第二 疫苗是否能夠長期有效 第三 疫苗是否夠便宜 如果不是的話 在這方面 環球的經濟 都可能需要受到牽連 當然我們受到牽連的時之中 不是代表了完全是沒有了 但是我們也可以找得到 開始有些是可以做好的 當然很多人都會認為 我們沙士期間 我們很多等等的東西都可以 真的很對不起 沙士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從何時開始 何時完結 我們從2003年的11月開始 到2003年的5月就完結了 只有6個月 當時很多公司 包括航空公司 特別以國泰為例 它並沒有需要裁員 它只是送出了免費機票 真的到今天什麼時候 我們現在疫苗 那個疫情 已經不止在這麼短期間 我們估計可能會是兩年 以至三年 即是去到2022年 這裏對整體經濟的影響 是會使很多人床頭金盡 因此疫苗如果能夠真真正很有效 是可以在我們最需要的時之中 幫到我們 即是如果疫苗帶來只是一個 一 效短 不能QO 第三 加季的話 我們就會出現了一件事 就是整體的經濟都會受累 亦都因此股市 是會是最終 是會受到一定的反應 出來和出來 在這點呢 我們先看看恆生指數 周線圖上面 我們見出了一個 是升了上來 是一個十字升 這個十字升 還是一個的是 在這點 在這裏 我們不可以說它 叫做真真正正好的 如果十字升出現之後 我們只可以希望 一 因為今天只是星期二 希望它在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 就掌上去 不是十字升 再其次 就是再跟著十字升之後 在下個星期 再多下個星期 它繼續可以上升上去 如果下個星期 或者什麼等等 它會跌下來 那就真真正正正不恭喜 周線圖上面 是已經 是升破了 這個是保力加通道的上通俗 也都看到 這個通道 基本是 抹開了 不過這個抹開了 都是有個不好處的 一抹開了之後 這個通道的時鐘 同樣這裏都是抹開 但是看到 之後還會回下來 這個是兩個月的期 都是這樣看 在這個支持位 257 和上面的阻力位 270 是需要留意的 吉利汽車 在周線圖上面大升過之後 這個禮拜 有少許整股 是很必然的事 問題就是 它的整股不可以低於19.4 即時大約是19.5 它只虧了多少度 如果真正跌穿了是17元的話 即時這個中軸線這裡 我就需要去考慮 就是真真正正先走投資 在這個日線圖上面 你見到它 是有一點點回條整固的跡象 那這裡如果真正下回 這個中軸就是17.6 這是需要大家留意的 韋伊達 也想補充一件事 這個在吉利的話 在11月3日 我估計它可以去到上方的目標位是22元 這兩天是剛剛22.2元 因此對於我來說 這是吉利到我自己預期的目標位 當然我預期的目標位不一定是最準確的 不過到了之後它會回落 這就需要我自己去關心 韋爾達 韋爾達在10月5日 我曾經說是預期它可以升到上去 當時是48.9元 當時我預期它可以去到53.55元左右 去到昨天為止 昨天為止 它真的去到53.55元左右 不過今天突然又說業績好等等 就飆升上去到60元 既然它升上去 那沒有理由現在 如果拿了貨的就馬上走 那我當然就拿著它 就當它可以怎樣呢 就看著它 若然是這樣的話 它是可以去到72元 這裏 72元 這裏之前的高位是78元 它要去72元的話 當然這裏上了床 牽皮琴 那你止涉位置要等多少呢 止涉位置要等52元 52元 即是比昨天的位置還低 那所以 如果真的跌回頭 那你不走就不行了 似乎它還會繼續上去 因為成交又多了 不過有人又會看 今天 價大升 成交大升 還有這裏 成交大升 價不太升 是不一樣的 在這裏呢 在這裏 可能有人收貨 在這裏 可能有人派貨 是不一樣的 所以 需要留意一下 例如這裏 成交量大升 之後 接著就打橫行 那 對於股票來說 價升了上去 固然值得歡喜 不過 不要忘形 因為市場上面 高手真的太多 中移動 中移動 在11、12日的時候 我說它在大漲 它叫沉底 若不可以去到47元左右 它沒有去到47元 只是去到47.22 接著就回來了 當時11、12日 我就認為 中移動其實沉底之後 它回到52元 現在它在這裏 52元在哪裏呢 52元就是中軸位 這個周線圖上面 52元 也是日線圖上面的上軸位 這個位 由於是48元 47元左右 上來 我覺得 來到差不多 可能需要考慮 是會 它會到達一個阻力位 到達阻力位之後 怎樣 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到達阻力位之後 它可能會再下回來 回市 這個中軸位49元 或者49.9元 即是50元 如果那兩分下回來 這個50元的話 不再跌穿 再上去 那麼中移動 就可能會啟動一個 是中期的 這個上升浪 是要回到56元的 這個是值得 這個上升浪 自然 今天這個星期 就彈了上去 其實 新秀令 你看看 它不去旅行 不去坐飛機 那些人都可以坐科車 都要買行李箱的 所以 坐飛機 可能會自己 賣行李箱多一點 不過無論如何 今天是彈了上去 其實以整體來說 在日線圖上 它一直都已經在這些水平上橫行 今天彈了上去 就可能是開展了一個 它另外的升浪的地方 那只需要 目前 它是守住起 這個保利加通道的頂 大約是9.4元 那如果你跌穿了之後 那你當然 8元你都不走就不行了 8元就是這些位置 那如果它真正在這裏上去的話 上面看它 是可以去14元的 復星醫藥呢 升了上來的 這個41元 這裡慢慢打橫行 那到今天呢 就因為它也都起 所謂的 是美國方面的疫苗 它也有了一個投資 大約三成左右 因此 它利用了三成左右 那因此 起這點 它會 今天就大升了 在周線圖上面 在日線圖上面 是一步登天 但是 是不是這樣 它可以以後 從此就好景呢 是的 可以 之但也都留意 它要再次推這個疫苗呢 它是會需要 需要 是要有其他投資 不過我想這個投資 是不是太大問題 在這裏 它只如突穿了這裏 而首起 這個是32元這一位的時裝 35元這一位呢 我們看到一個 就是它好像是造成了一個 箱底的走勢 突破了這裏的項線 上面看自然就先看回41元 所以如果有過的朋友 可以考慮 繼續觀察 持有 另外一個 中銀航空 遭任 它在這裏也是看到 破破了周線圖的中族之後 回彈上去 這個呢 在日線圖上面 它是破了 破了底支池 再跟著上回去 這裏也是當然 有疫苗的關係 不過我們看看 中銀航空中銀 它受的是什麼呢 是國內的飛機 香港飛機 它關於美國方面的什麼事 不過人們這樣炒上 就炒上去 因為在中國來說 很多的飛機 其實都已經 是因為疫情受到控制 而很多航線是可以開的 所以因此 不過 中銀航空 在這裏面來說 如果真正可以的話 就可能遠程機都開了 當然是做多了生意 這個也是無可厚非 不過是否好像這樣 拼命升上去呢 我真的不敢說 不過 如果以量度技術走勢來看 它是的而且確 可以看到70元的 既然是這樣的話 有貨朋友 看著這些指示位 放它飛機 等它上去 無論怎樣也好 在這點裏面 只要它守住60元 上面繼續 盲回70元 是可以有機會的 那今天就講到這麽多了 多謝大家